各位参加2018OTF Summit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次大会不仅是第一次在台湾,也是第一次在亚洲举办 这印证了我们过去的努力,除了让台湾变得更开放,更透明,更自由之外 也对周边区域以及国际社群造成了正面的外溢效果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好消息 第一,从我们世界经济论坛在10月17号 把台湾和瑞士、德国、美国并列为全球四大超级创新者之后 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也在11月27号发布了年度世界各国的数位政府评比 台湾名列第九,不仅综合表现有所提升 而且更在数位政府的总体策略上并列全球第一 在开放政府这个指标上也名列全球第四,表现出色 第二,今年7月,台湾全部六个直辖市共同签署了开放资料宪章 Open Data Charter 承诺持续落实 预设开放全面及时方便利用标准共同参与治理和荣创新的精神 这个也呼应了今年10月国发会颁布的《政府数位准则Beta》里面 以开放为优先这样子的精神 第三,台南市政府已经在本月初比照中央各部会 成立了跨局处的开放政府联络人机制 以及台南开放政府平台 让未来关于城市发展的讨论 能够在更开放更透明的程序底下来进行 然而,纵使有了这些得来不易的成果 我们也面临了新的挑战 例如争议讯息的自动化传播 就已经对社会的互信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重建社会信任 促进以事实作为基础的公众对话 这个正是带动台湾民主制度创新的方向 去年4月,无国界记者把他的亚洲总部设在台北 这就是以具体的行动 肯定台湾社会所持守的核心价值 那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因此,我们要如何在自由的基础上 找到适切的因应方式 就更需要各界的同心协力 公民社会对于公共事务的公众讨论 也正在积极贡献更多更好的倡议和示范 我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从政务官到基层的公务员 也都正在调整心态 积极建立多方对话的管道 来共同创造品质和当则兼具的讨论机制 这次的大会是相当难得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分享彼此在多元的领域和多元的社会 所获得的经验和观察 我们集思广益 为共同面对的课题 来一起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预祝本次活动圆满胜利